大家好 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末歐洲主流聯賽焦點佔盤點 馬聯對紐卡蘇 馬聯主場對紐卡蘇 無疑會吸引全世界球迷的目光 佳欣那場比賽是超級巨星 施朗回歸馬聯之後的首場比賽 這名葡萄牙巨星早前提早告別國家隊 回到英格蘭備戰 完成隔離之後 他已經參與全隊合練 看到他對於今週末的回歸首場比賽 非常重視 另外 曼聯與紐卡蘇在近方方面 形成了鮮明對比 曼聯連續五將各項賽事保持不敗 並且取勝了三場 而紐卡蘇新賽季四場各項賽事沒有贏過 兼且輸了兩場 看到狀態更好的曼聯 今上應該有不少爭勝的底氣 對賽方面 曼聯對紐卡蘇已經豪取三連勝 當中狂入11球 止失3球 攻防演出可以說是斬押對手 總結來說 國方面佔優的曼聯 今進主場要清紅的話 問題應該不大 相信斯朗亦會以完美的姿態 回歸在這場首場比賽裏 今場比賽 會是今個星期六晚上10時進行 各位球迷到時 一定不能錯過這場比賽